今天上課先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昨天有個高中生啊 然後又寄Email說 老師因為你所以我把京大田第一志願 然後他說可是問題是你們好像沒有收高職生 他是高職生 然後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收高職生 巴韓高下以前 是喔 因為他說只有收新門地區的 沒有收台灣的 巴韓高職生就台灣 是喔 那就奇怪了 我真的感不清楚我們的規定 那他就說他看規定沒有 我們沒有收 我可能再問一下助理 然後可是這裡有個問題喔 其實如果你要上我的課 你不用來選我的課 其實你就可以上了 因為你每次上課都在用我的網站 所以我只要有東西我就會放上去 所以 譬如說你如果下學期 你沒有修科學計算 但是你想知道科學計算到底上什麼 那你就下學期進我的網站 而且我一個習慣不太好 就是說 我的教材幾乎都是上課的當時才去做的 所以我可能就是下禮拜要上這個課 我這禮拜才做這個教材 如果你看到已經有教材 可能是去年已經上過這門課了 所以他就已經有教材 那這是一個習慣 所以我通常上課 那個教材會比較豐富是第二年以後的事情 那第一年通常教材是一邊上一邊行 那另外是 我其實 你常常看到我現在幾乎都在錄影 我每次都按這個 這個 就給他錄影了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錄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 我不見得都會馬上就更新在我的教材上 但是期末我常常會 就是把這些影片整理一下 然後放在對應的那個文章後面 OK 所以你如果看到 像譬如說這種程式設計課 然後這些 那每一個後面有些富有影片 那這種富有影片的這種東西 就是已經之前上課的時候錄影錄下來 OK 那所以如果你對那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你就直接點到那個裡面 那影片如果還沒放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這裡 如果我的影片還沒放上去 其實我大部分都已經 當天就放到YouTube上面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 還沒有完全放上去的時候 你來這邊看就可以了 我來上課的時候 你來這邊你就會找到我 我現在 正在之前上傳的影片 最近上傳的影片 像上禮拜的 狼與羊和甘藍菜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 我們錄影已經在上面 那圖形搜尋深度寡度 這已經在上面 那只是這些我還沒有整理到 網誌裡面而已 沒有整理到課程裡面 好 所以如果你忘記 就是譬如說你 上禮拜沒來 OK 那但是你想知道 上禮拜的課上了些什麼 你就去我的YouTube裡面找 通常就會看到 好 那這是一件先給各位提醒的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今天待會我準備好這個東西 點名單 那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會點個名 但是我點名其實不是在點名 我是在打分數 我打分數就是看 這個同學我有沒有印象 然後他上課有沒有常常問我問題 那我就打那個問問題的部分的分數 那我不會只打一次 我可能會做兩次到三次 那這樣子的話 我 如果你有一次剛好沒來 那應該不會那麼倒楣 你三次都剛好沒來 那如果你三次都剛好沒來 那就 你得特別來找我 你會不會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這麼倒楣 就是一個學期十八週的課 結果他剛好有三週沒來 就是我點名的那三次 那 那我就 沒有辦法 你就只好單獨來找我 如果這種情形的話 好 OK 那接下來是 上週呢 有同學在問到我遺傳演算法 怎麼寫 那我就寫了一版 那我就把之前的Java的程式改了一版 變成JavaScript 因為我們這門課幾乎都用JavaScript 我想 大家對JavaScript也應該開始熟悉了 那所以呢 我用JavaScript寫 你應該很容易 比較容易理解 那而且 我現在JavaScript也越來越熟 所以 我寫起來就會 比較容易懂 那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 那 那遺傳演算法是什麼東西 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基因演算法 或基因算法 在 大陸通常他們不會加演算法 這個演示 他們就直接講算法 那所以 我們說他就是基因算法 OK 那 他是模仿兩性生殖的演化機制 也就是 達爾文的精化論 後來 在生物的技術 或科學史上面 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達爾文的進化論 是比較早期的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是1956年 Watson和Creek 他們提出了雙螺旋模型 從此開啟了 真正基因工程的技術 OK 那 達爾文當時只是一個 還不太確定的理論 因為他不知道到底基因在哪裡 OK 但是呢 到了Watson和Greek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清楚了 基因到底在哪裡 就是在細胞核裡面 那 到底他減速分裂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的情況 OK 所以 遺傳的算法 或基因的算法 基本上就是在模擬這個東西 好 很多高等的生物 他通常會是採用兩性生殖 但是有一些低等的生物 他採用的是單性生殖 OK 那 譬如說 細菌他直接分裂就好了 病毒 病毒就是植入人家裡面 然後再分裂出來就好 OK 那細菌就自己直接分裂 那 像你看那個蚯蚓 你把它割一刀 它又變兩條 對不對 那之類的 有些水質啊 什麼之類的那種蟲 很多就是屬於單性生殖的 OK 我不知道水質是不是 但是 這就是一些比較屬於駝魚類之類 那種生物很多是單性生殖的 好 那後來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那兩性生殖到底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要用兩性生殖 而不是單性生殖 你看 輕微不一樣 對 可是不一樣真的有好處嗎 就是不一樣有可能有好有壞 可是壞的有可能會被緩激草牌 比較容易留下 就是繼續下來 差不多這個概念就是遺傳演算法的想法 就是 其實你看喔 那種 那種 兩性生殖 我有一半的DNA從爸爸來 有一半的DNA從媽媽來 OK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是 我的下一代跟上一代 至少差異會很大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爸爸媽媽生出來的就是跟爸爸媽媽長得很像 可是問題是 到底是跟爸爸像還是跟媽媽像 其實 兩邊都會有像啊 所以 所以其實他的差異還是很大的 可能只有一半像而已 那 少數的例外是像那個同卵雙胞胎 那個是基因都一樣 同卵雙胞胎是基因都一樣 但是 已經分裂出來才變成雙胞胎的 那個是基因都一樣 好 那 兩性生殖有他的優點 優點在於 他 紫帶跟附帶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 那這一點算是優點嗎 你稍微去想一想喔 欸 遺傳演算法其實他很麻煩啊 很麻煩 因為他要用一個整個population 一整個族群 然後去做遺傳去做粉眼 其實他是很麻煩又很慢的一個演算法 那我們 學期初我們是不是上過爬山演算法 爬山演算法我只要一個例子 就這樣爬爬爬就好 所以 相比起來 如果你遺傳演算法用1000個當族群的話 那每一代你都要做交配 那你就比爬山演算法慢上1000倍以上 那這樣的代價是很大的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技術用在某些問題上 除非他具有兩性升值的時候 可以產生出好的附帶跟好的母帶 交配之後可以產生出好的下一代 這種特性 你才有辦法用遺傳演算法 否則你用遺傳演算法 常常只是把時間拖慢 但是效果不會變得比較好 OK 所以你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要仔細想想 我到底是不是應該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今天舉的例子 我本來是舉 之前都是舉那個 找平方根之類的這種例子 但是我覺得 這個例子其實根本就 不完全那麼 那麼具有父母帶交配之後 好的父母帶交配之後 就會更好的特性 你稍微想一想 找平方根有這種特性嗎 找平方根 那 就是 右邊這邊的bit是有的 左邊這邊的bit是沒有這種特性的 對 所以 你 你如果用他來找平方根的話 其實 父母帶一結掉一半的時候 這個 左邊這一半其實是失效的 但是他勉強還是可以找 其實他最後還是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 你可能必須要再加入一些像 圖片之類的機制 那圖片為什麼 在遺傳演算法裡面是必要的 否則你在族群裡沒有那個基因 你就永遠都不可能 不可能出現那個基因 所以這裡圖片就會是必要 所以遺傳演算法它的特色就是 父代的良好基因跟母代的良好基因 加起來會變成比父母雙方都更好的個體 這時候你才用遺傳演算 當然不是一定 至少要有機會 如果連機會都很小幾乎沒有的話 那你用遺傳演算法也很難找 所以 這裡 我們就做一個實作 這個實作算是我當初 做事論文的簡化版 我當初做事論文做了兩個題目 都是用遺傳演算法做的 第一個題目是晶片的面積最小化問題 你知道像台積電他們那些 那個金也很貴 那如果你可以把面積弄得更小 它就會更便宜 那你怎麼把面積弄得更小 OK 這就是一個優化問題 優化的目標就是面積 OK 那後來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 晶片的面積縮小的優化問題 它不完全具有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特性 良好基因附帶和母帶 會產生更好的特體 但是我那個測試我還是寫了 我去跑了效果也很好 那老師在口試的時候一看我那張圖 他說你這個根本就最優化了 好你過了 可是我知道沒有 我知道沒有 因為我們只是用電腦跑了 比較多的時間 我同樣的東西我用爬上演算法 我可以用比他快一百倍的時間就可以跑完 效果是一樣 最後我們還是因為我說的是用遺傳演算法 所以還是用了遺傳演算法 其實我知道這個問題做得不好 好 那可是呢 什麼樣的問題 用遺傳演算法會很棒 這個問題 尋找金藥這種問題 用遺傳演算法會很棒 什麼叫尋找金藥呢 大家知道 譬如說 如果我有一個key就是長這樣 那你現在有一個文章進來 一個文章在電腦裡面就是0101的bit sequence 那我就對每一段 譬如說這個有16位元 我就對每一段16個位元 我都跟這一個金藥做SOR OK 這樣子就做完加密 做完加密之後你看到的就一堆亂了 接下來呢 如果你想要破解他的密碼 那你只要知道金藥是什麼 再做一次SOR 他就回來 因為一個東西SOR完再SOR 就是他自己 一個東西跟key做SOR 再跟key做一次SOR 兩個key會抵消 所以 最後又回到他自己 那這種加密法不是一個很強的加密法 他其實是一個很容易破解的加密法 那我們如果用遺傳演算法來破 輕而易舉 因為他本身就具有好的父親基因和好的母親基因 合起來就是更好的個體特性 你稍微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父親基因的這一半是對的 父親基因的左半是對的 母親基因的右半是對的 兩個做交配剛好父親取左半母親取右半 這時候他會得到完全正確的結果 好的父親加好的母親 在這個問題上面 會絕對得到更好的結果 OK 只要那個選擇的時候 剛好選擇到好的基因 他就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OK 那這種問題就非常非常適合遺傳演算法 OK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問題我就拿來當範例 就是假設我今天就把key先寫死了 你隨便寫一個key都可以 我這個只是一個範例而已 我設成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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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好判斷 那我們所遺傳演算法跟哈山演算法一樣 你要算一個分數 OK 那哈山演算法我們算的分數通常就是高度 height 那可是如果是模擬退活法的話 我們算的分數通常是指能量 兩個剛好通常是差一個負號或相反 OK 遺傳演算法也是 但是他所使用的評估 他既不叫高度也不叫能量 因為他是遺傳演算法 他叫fitness function fitness的意思就是適合度 比如說物竟天則適則生存 所以fitness就是適合度 你適合環境的程度 fitness OK 好 那這個fitness在這一個問題上面呢 很容易定義 就是你有多少個位元跟金曜一樣 你就得多少分 你現在隨便去猜 我現在去猜一個key 假設叫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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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剛好跟這個全部不一樣 就得0分 那如果我猜另外一個key是1111 那剛好有一半一樣得8分 因為長度16 那如果我猜0000一樣得8分 那如果猜101010 我猜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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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fitness function 用這個很簡單計算就可以了 跟多少位元跟金曜一樣 就得多少分 那但是其實 這個問題答案是已知的 一般的問題是沒有這種答案 但是你還是可以算分數 算分數其實不難 因為很多問題都可以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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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爬戰的轉法上面已經看過 太多問題 你轉個彎 它就可以算出分數 OK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population 就是族群的大小 我暫時設100就好 設的更大的話 跑得更慢 另外 突變比率我設0.1 也就是說 每一代 產生子代之後 那個子代會突變的 機率我設成1 也就是10個 裡面會有一個有突變 OK 好 結果呢 我的執行結果是 我總共讓他執行100代 那 結果他第26代就找到正確答案 你這個問題 好 那當然如果你的key更長的話 他會花更久時間 你key給他設個120 那他可能得要花 可能100代或以上的時間 OK 那這裡就是我們遺傳與算法的實作 我們已經不是算法了 他就是程式 他就是可以跑 我先設一個population population 用什麼 用正列 對吧 用正列 很容易 mutation rate 突變率 0.1 射死 另外遺傳演算法 因為他是一個隨機算法 所以你一定要有 亂數 這個把從前的亂數拿出來 用就可以了 好 那一樣有random ant random choose 這些函數 那開始這裡才是真正的遺傳演算法 GA就是genetic algorithm 就是遺傳演算法的意思 GA.run 這個是主程式 整個遺傳演算法的主演算法 我們必須要給他的就是size 族群的大小 最多要跑幾代 那其實有很多算法是不需要設最多跑幾代的 但是這時候你就要等於要看他是不是收斂 你要去寫一個判斷是否收斂的函數 那什麼時候叫收斂 那什麼時候叫收斂 不難 其實你只要稍微 稍微 計算一下 就是說每一代跟上一代之間 它的最好一個的fitness function 最好一個的適應值 是不是有改善 那如果連續譬如說100次都沒有改善 那你就認為收斂 可以 連續100代都沒有改善 我就認為 那再跑下去沒什麼希望收斂 可以 好 所以我們 這個我目前是寫死 要跑幾代是寫死的 但是你可以自行去判斷是否收斂 首先我先把族群射出來 用new population這個函數射出來 接下來我就跑這麼多代 如果max gem是100就跑100代 1000就跑1000代 然後呢 每一代我都把它印出來 都印出來 然後呢 印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是做reproduction 就是產生下一代 reproduction就是產生下一代 產生完之後呢 就把整代的族群都印出來 這會很 整個族群印出來 如果你真的族群又很大 那個代數又很多 你根本就看不清楚 因為那個螢幕已列出來 不得了 如果你每一個corme桑又很長的話 最好是不要這樣印 但是我們這個是範例 我刻意要讓各位看得很清楚 所以故意把它印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fitness的比較 因為我們最後在做選擇的時候 我們需要排序 我會用排序的方式 然後讓那個分數高的 被選擇到的機率 比起分數低的 有一些倍數關係 OK 所以我是用排序的 當然有些人是用分數的方式 直接累積的 這也是有可能 那排序也有很多種 那最後機率的設定也有很多種 但是總體而言 你一定是讓分數高的 被選到的機率一定要比較大 你如果剛好設反了 分數高的被選到的機率比較小 那你這個就是反淘汰演算法 就不是遺傳演算法 你就變成是列幣居足良益演算法 沒有人會設計中演算法 這樣 好 那所以 我們 這個是用來做排序 接下來 New Population 怎麼做呢 電力的陣列 對不對 然後呢 每次都隨機的產生一個解答 Random Composome 隨機產生一個解答 Composome是藍色體的意思 隨機產生一個藍色體 然後 然後 新一代的 第一個 Composome 就是 就是這個藍色體 然後它的Fitness值 就計算一下 塞進去就好 最後把它 新一代的這部分 做排序 排序 那排序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選擇 OK 好 那 這裡是做選擇的部分 選擇 我們先看一下 選擇是在這個 Reproduction裡面做 我這裡的那個 排版沒有排得很好 所以我乾脆 把它貼到 我把它貼到那個 Edit裡面 好 因為這裡排版我 沒有注意到 沒有排得很好 那我把它貼到Edit裡面 好 這裡我印象中 之前有一個 可以自動 把格次排好 哪一個呢 看一下 那 嗯 耶 你有看到 有個人知道 這個Vidual Studio Code 自動排列的在哪 現在它沒有排好 咦 我這樣有啊 沒看到 還是這一版太舊了 算了 沒關係 改用Subline試試看 嗯 在哪裡 Editor 是我這一版太舊了 沒有看到 我這版本太舊了 OK 改用Subline啦 Subline應該有吧 Editor CodeFolding 咦 是CodeFolding嗎 不是 可以 先存檔 嗯 存存存存在 右面 在S 嗯 這裡我也沒看到 哦 OK 那這裡有那個調整TAP大小 那就沒問題了 我們直接用TAP大小 我都習慣吃2 所以才會排起來 感覺怪怪的 好 然後等一下把它 直接轉成 那個 Space把它轉掉就好 轉成Space Converter in the vacation to spaces 這樣就好 好 我把它貼回去一下 這樣子 就算網頁上面排的 也會是整齊的 好 這下應該整齊了 OK 這下整齊了 不過還是看這版 這版的彩色比較好看 好 那剛剛看到哪裡呢 看到這個 reproduction這裡 就產生下一代 reproduction是在產生下一代 那它產生下一代 它做什麼事呢 它就是 假如我今天這一代有100個 我下一代我還是維持100個 我目前的這個程式是這樣寫的 它族群大小永遠不變 那所以呢 我每次就 隨機選 父母 OK parent1 可能就是父親 parent2可能就是母親 然後讓它去做交配 close over 做交配 交配完之後會產生一個 新的 染色體 然後呢 就變成新的個體 那接下來呢 我決定要不要做圖片 所以我用random選一個機率 這個機率 這個機率如果小於mutation rate 譬如說0.1 那我就會讓它突變一次 那所以 如果 會在mutation rate的這個機率底下它會做突變 那接下來新的下一代就是把染色體放進去再計算它的它的適應值 OK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 整個新的族群做一下排序 排序的話之後就會下一代再選擇的時候就 那個機率就 就會 跑得 機率比較大 快的機率比較小 OK 這排序的用意是這樣 每做完一代我就印一次 然後呢 這邊是我們key 暫時顯示在裡面 即使你不用顯示在裡面 你可以甚至用亂數產生key 讓你自己都不知道key是什麼 那你讓它去找 它還是會最後找到跟你亂數一樣的key OK 那 那 這裡 NN-Composome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隨機產生一個01的序列 NN-Composome 然後呢 這邊 Calculate Fitness 就是計算它的適應值 那適應值的計算方法就是 它跟key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就加一分 不一樣的話就沒得分 OK 就這樣 那Composome其實就是 兩個 這個可能是父親 這個是母親 那父母呢 我中間就切一刀 切一刀 這個切的位置是隨機取的 OK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 就0到16之間 OK 會隨機取 那它通常 譬如說取到5 那它就會取 第一個 父親的前5個 和母親的後11個 兩個併起來 變成一個新的 新的染色體 那這個 最後我們就讓它 對 這裡 這是closeover 這是交配 那另外是圖變 圖變的話呢 我就隨便選一個位元來 把它呢 重新產生一個001塞進去 這樣子 有時候它會變 有時候它不會變 所以其實它的圖變率還要再下降一點 只有一半 OK 所以是圖變率應該是0.05 那這個pga.run 它這個是族群100 所以每一代都有一百個 總共跑一百代 那我們就執行看看 有在這裡 還有 你會看到 我跑完了 螢幕一閃而過 但是其實它跑了很多很多代 你會看到 跑了超多代 一開始 這個分數都比較低 應該 這是第0代 你看 第0代呢 最差的只有5分 OK 那 平均應該至少有8分 那最好的應該是16分 可是第0代 你會看到 它最高只有13分 OK 好 那第一代呢 最差已經變6分了 然後最高呢 還在13分 好 第二代 最低已經8分了 最高呢 還是13分 然後呢 一直跑到 喔 接下來變14分了 可以啊 要那個 做什麼可以先去 沒關係 你們就自動去 好 那 呃 第4代 最低10分 最高14分 第5代 就這樣 一代一代下來 你會發現它分數 逐漸慢慢的再提高 慢慢的再提高 平均分數都逐漸慢慢的再提高 因為它的整個族群 物盡天則適者生存 嘛 那個 對環境的適應力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那 最後你看到這一代已經幾乎都16分了 這16分就是滿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33代的時候幾乎已經有 有一半的 的 comosom已經是16分 那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16分 呃 我 我上次跑是27代 以這個 例子而言 它應該不是 這個例子而言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16分 這一代 這一代開始出現16分 這一代是27 欸還是27 沒錯 OK 好 跟我上次跑一樣 好 所以最後你會看到 在100代的時候 有少數15分 這可能就是 繼續再突變 OK 那 這個 全部16分的 對 幾乎 大部分都已經 找到最佳解 OK 那當然你最後給的答案就是 分數最高的那一個就可以了 那就代表了一個 你目前遺傳演算法的解答 選最好的一個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去試著 執行一下 這個程式看看 然後 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 就直接問我 看不懂的話 就直接問我 那這邊有一個 維基百科的遺傳演算法的參考 那它講的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用程式看是最清楚的啦 那你 如果覺得需要一些文字的話 你就再參考一下 維基百科的這個說明 那今天的第一項就是 那今天的第一項就是 講解遺傳演算法